政黨輪廷之後 我們並沒有忘記 當初我們推動年金制度永續發展的初衷 同時我們也要讓民眾看到 中國國民黨在年金改革的議題上面 我們也不會缺席 為了讓所有退休人口都有一個經濟安全 以及自主有尊嚴的一個生活品質 我們確保所有的年金制度都能夠健全發展 我們支持漸進式配套完整的年金改革 反對一個造勁的 限期完成的政治鬥爭 第二點 我們反對製造職業別的衝突 改革是應該以理性正確的資訊為前提的 而且要有同理心 而不是透過民粹的手段 來製造職業別的衝突 來獲取改革的助力 為改革而改革 或是要求其頭式的平等 這並不符合真正的公平正義的原則 第三點 我們反對 挑撥世代對立 年輕時代面臨的最大問題 是一個沒有願景的未來 執政者唯有提高年輕時代的工作機會 跟待遇 才能夠確保年輕時代 年輕時代在工作期間負擔得起 退休之後也才能夠領得到 我們要捍衛退休者的年金權益 我們尊重公平和理 看待過去 依循制度設計所賦予的任何權益 制度設計如果不夠健全 那個問題是在制度的本身 而不是那些依循制度的人 任何刻意的抹黑 是把某些職業別當作敗罪羔 凸顯執政者把改革當成工具 以遂行他的政治目的 我們堅持沒有尊嚴就沒有改革 更反對蔡英文政府 這種貼標籤式的政治惡鬥 我們不能夠接受 一個宣稱最會溝通的政府 卻只是善於操弄話題 分化軍人跟公教團體 任由各職業別跟世代之間 在改革的戲碼當中 不斷的互相撕裂 9月3號 軍公教勞 警修 各個團體 都要上街頭 反污名 要尊嚴 也反霸凌 我們支持這種態度 我們會跟他們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小姐 謝謝 謝謝 好